停留在一壘 他第一球在左半邊 最後是落在界內形成安打 所以現在他可以要過2點之後 要繼續往3點來做推進 剛過0在接到球之後必要迅速回傳 現在他給他準備回攻本壘了 轉傳球來得及嗎 這次接到球之後張靜德 完成了觸殺 Odo 把潘虎熊給綁在了本壘之前 雖然說在兩出局後 我郭富林是掃出了安打 但富邦的回傳 讓塔克爾沒有辦法悔然得分 第三個出局數 發生在了本壘的攻防戰 真實的這樣比賽在前面5局打完 同壘然是6比0領先副方 記得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 我們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囉